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主持崔岗英 先和大家看看现时的天气情况 现时气温29度 相对湿度91% 预测今天气温介乎27至32度 转看今天和未来几日的天气预测 预测今天是短暂时间有阳光 有几阵的骤雨 早上局部地区会有雷暴 日间天气炎热 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 有几阵的骤雨 下周初天气不稳定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亨区气温 屯门29度 全湾沙田西贡张军澳28度 九龙城观塘尺住29度 世界天气预报 台北有雨24至29度 新加坡雷布25至34度 巴黎天晨21至34度 马德里天晨22至40度 三藩市多云12至18度 志加坡雷布19至28度 天气情况看到这里 G20峰会今个星期五将会在日本大阪举行 民阵发起昨晚在外丁堡广场集会 希望争取国际关注香港的民主状况 以及逃犯条例相关的议题 向政府施压争取撤回修例 人数有过万人的 不过在集会结束之后 部分的市民转去警察总部聚集 他们批评警方滥权 期间高叫知法犯法 黑警可恥 释放盧韦聪等等的口号 亦都有市民走了上去警总大门外 挂起释放议事的直翻 现场情况一度是紧张的 直至凌晨大约3点半左右 警方开始清场 当时有示威者向警总玻璃门投窄杂物 配备头盔、长盾和警棍的军装警员 分别从警总以及金钟道进入军器厂街 捉起防线向绿黑道推进 去到大约5点钟 示威者被驱散至迁尼斯道 近收短球场的位置 警员将部分的示威者制服在地下 又将部分人推到场边 看回昨晚集会的情况 为了争取国际关注 今次民阵集会用了不同的语言表达诉求 有日文、韩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等等 在集会宣言当中又提到 民主和自由是普世价值 不用侵犯 香港人 加油 FREE 韩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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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集在外丁堡广场举行集会 要求政府撤回收定逃犯条例 来的人坐满外丁堡广场 大会堂和国金二期对开的位置 集会开始后仍然不断有人加入 有参加者说要趁20个集团峰会 周五在日本大阪开幕 希望透过国际向政府施加压力 我相信是很有用的 因为我记得特朗普说过 他会在这个机会里面 去问我们的集园席 怎样看这件事 我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用更多更多的国际领袖 会去关心我们香港这个问题 希望政府都回应我们的诉求 因为到现在政府都还没回应我们 民意市民这么多的诉求 一样都没有 因为G20是一个国际的会议 希望我们都希望透过外国的一些support 来去support香港 希望外国都可以帮香港出声 想争取国际关注的 不单只是民阵和参与 爱丁堡广场集会的民众 还有香港天主教政委会 他们发出公开信 呼吁G20国家 以及其他地区的政委会 关注香港的情况 虽然在这个6月 有部分香港市民向政府清晰表达过诉求 要求完全撤回修例 释放被捕人士 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警方有没有男权等等 不过根据南华早报引述的消息指 过去8日都没见过市民的特首林郑月娥 日前同商界会面 表明拒绝示威者提出的调查警察 是不是男权 以及拒绝取消检控612冲突被捕的示威者 前港督彭定康就赞文说 社会反对不得民心的逃犯条例修订 而作出的大型示威活动 令到林郑月娥孤独并且身处困境 他建议林郑月娥应该要宣布修例已死 并且展开公开及独立的调查 应该要尝试了解市民的忧虑 以及重新争取市民的支持 至于G20峰会 到底会有多少个国家关注 以及为香港发声 就要留待星期五峰会开幕过后才知道 不过解零还需是零人 林郑月娥过去超过一个星期 都未有公开露面 她何时会再出来面对公众呢 苹果日报社评 林郑月娥近两星期来过全面归宿 但拖自决救不了她 都扭转不了林郑政府沦为闭脚鸭困局 作为恶法帮兇的其他人 却有不同动态 当中最难看的是警队和她的工会代表 在无预告无恰当理由下 停了在两间公立医院的警缸 另一些可怕建制人版 是梁美芬麦美娟之流 居然想同恶法和林郑切割 明示暗示自己不是十分情愿支持 深刻曾提出不同看法 这么绝劣的变念器 除了骗自己以外 谁都骗不了 恶行已经深印在700万市民心中 定坐在历史似玉之处上 大公报社评 当前警方正遭受到极不公正待遇 而警民关系正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有三个问题必须执问 第一 前线警员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 进行正常的执法行动 何以会遭到辱马 第二 医院人员本身都是专业人士 收过良好的教育 应该教普通人更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何以会后出恶毒之言 第三 警方在医院设警缸 固然有便利工作的需要 但更是在服务市民 以如此态度敌视警员 何以于对公众利益的損害 全社会都必须立即拒指 这种侮辱警员 破坏警队执法力量的恶劣行为 明报石平 中審法院裁定 前行政长官曾任权 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上诉得值 撤销定罪和判刑 案件不会重审 然而 由曾任权任内 被揭发接受富豪款待所人身的 高官利益冲突规管问题 仍然有待当局处理 公职人员需要比白纸更白 应当尽量避免瓜田里下 面对利益冲突必须清楚申报 行政长官宪制地位独特 同时向中央和特区负责 人民权在中央 由独立委员会审批行政长官收受利益 意味有人可以凌嫁行政长官 可视防溃条例对行政长官监管不足 法律漏洞也必须堵塞 成报石平 中美两国元首 亲出席G20峰会举行高层次会谈 外界虽然未会预期特责会 可以带来实质成果 但关注今次两国领导人会议之后 停滞不前的贸易谈判会否重开 最终能否解决狗分 约时在于中国 事实上 中国这些不公平贸易的 做法和霸凌行为 各国阶层曾经领教 也都心痛互绝 只是中国经济强劲 各国为求和他做生意 所以只有啞隐 只有美国才够强大 特朗普上台之后 敢于与中国对抗 贸易战持续 不但拖累全球经济 最终也会拖垮中国 中国能否解决争端 考验习近平的智慧呢 看看其他新闻重点 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提出终极上诉 终审法院五位法官一致裁定他上诉得值 撤销他的定罪以及判刑日后也都不会重审 这次处理的 是曾荫权面对的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控罪指他担任特首和行会主席期间 处理《洪淘广播》的牌照申请时 没有申报他和《洪淘股东》王楚彪 合租对方在深圳东海花园的单位 中院的判词说 控罪的关键考虑 是曾荫权有没有明知故犯不作披露 和相关严重性 上诉重点在于原审法官 有没有正确指引陪审团 如何处理这两项元素 判词提到原审法官就明知故犯元素指引不足 明知故犯可以理解为有意 而不是意外无意或疏忽 当决策者做决策的时候 考虑过是否要披露自己的利益 但决定无需这样做 这个决定可以被称为有意 但因为他没有忽视披露的责任 只是不知道 或者不认为在相关情况有责任披露 所以曾荫权没有披露的决定 本身是错误 都不等同明知故犯地不披露 也不等同隐瞒 至于严重性的元素 原审法官指出 必须严重而非所遂 陪审团要考虑曾荫权的职责 官职及偏离该职责的程度 中审庭认为 原审法官所给予的指引同样不足 假如陪审团接纳案件有贪污成份 那就顺理成章 确立上诉人隐瞒申报的动机 就是贪污 严重性的元素就不用多作解释 但由于陪审团确立不了上诉人贪污这一点 因此评估控罪的严重性时 就要考虑他不申报的动机 必须披露什么资料 以及以什么形式披露 以及不披露的后果 但原审法官并没有妥为分析这些问题 五名中审法院法官一致裁定 曾荫权上诉得值 定罪同判刑获撤销 由于他以服刑原不 重审不符合公义要求 因此法庭裁定不作任何重审命令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军报导 曾荫权对上诉得值感到开心和感恩 形容是还他清白 曾经与他共事的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形容 曾荫权之前坐的是冤狱 现在身在欧洲的前行政长官曾荫权 透过法律代表到终审法院领取判辞 他对于获判无罪感到开心 很多谢终审法院还外清白 也都多谢我法律团队 我同事 朋友 神长 教友 和我亲爱的家人 特别我要多谢一直支持我的香港市民 他们的鼓励和信任 是我多年来坚持抗辩的重要动力 现在我心里面只是充满了感恩 曾荫权就判决发表书面声明 说去年提出上诉之前 经历过一番挣扎 因为七年的刑事调查 公开审讯多达五次 历时七十多天 服刑八个月 诉讼几乎耗尽夫妇终身积蓄 令自己和家人受尽折磨心力交绍 但他抱持两个信念 包括太太鼓励他坚持到底 让法庭还他清白 他也担心案件成为先例 日后履行公务 在不懈贪腐情况下遗留申报利益 会被列作刑事罪行 只怕公职人员会为了过分的避嫌 而不再积极参与决策 导致施政失效 政府变得窝囊无能 在他任来出任过政务司司奖的唐英年 形容是沉冤得雪 这次他可以说沉冤得雪还他清白 我觉得这是好事来的 这次冤肉这两个字 就一定是鸡腾那么大字的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在这七年来实在被人冤枉 但是我很开心 他对我们香港整个司法制度 仍然是有信心 就算在上诉庭输了 他仍然是花钱在中审法院里 去再提供 最终是得值 而在曾荫权任内 做过财政司司长的曾俊华 也都为财决感到高兴 这个都搞了他很多年 是很痛苦的一段时间 我希望他日后生活愉快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军报道 原本是伊利沙白医院 和人制医院警刚驻守的警员 昨天开始不站缸 警方说是临时措施 有立法会议员就批评 警方不应该发费气 伊利沙白医院急证室大堂的警官 下午关门 并贴出告示 如需紧急协助 可以致电999 如非紧急就可以联络当区警署 间中有警员回来办公 警方说这是临时措施 原本在伊利沙白医院和人制医院住守的警务人员 会调派到医院周边范围巡邻 但会定时返回警罡 为有需要人士提供服务 医管局指中午收到警方有关通知 医管局已经表达关注 希望大家以公众利益为前提 谨守崗位为市民服务 警队社交网站昨天深夜上载片段 曾经提及前线人员在医院的问题 林晓彤说已经亲自联络医管局高层 反映相关个案 双方同意探讨向前线员工发出指引 减少工作上的不必要误会 另外医学界、卫生服务界和法律界部分选委 日前发出联合声明 指控警务人员阻碍救护工作 和侵犯病人私隐 香港警察队原座级协会 发表提为behave yourself的声明回应 说警方十分重视市民私隐保障 只是在根据法律和合乎程序下 在医院向医护人员杀取病人资料 对于联合声明指 警方在医院搜证 并在求医期间进行拘捕 令市民不敢到医院求医 警察队原座级协会认为 这些是不负责任感 罔顾公众安全 至于警员被指滋扰医护人员 和妨碍救护工作 协会认为应该提出证据 如果只是捏造事实 达到政治目的 希望有关人士向三万名警察致歉 还说如果医护人员认为 警务人员阻碍他们工作 请医管局撤销所有医院警刚服务 有立法会议员批评 警方暂停部分医院警刚服务的做法 什么时候我们容许警方在这儿发脾气 发晦气 喜欢就做 不喜欢就不做 但是盧伟聪和其他高层 不是他协助的问题 他是撥火 因为大家都知道 急证室没有警刚 这个不是个别警署 或者个别管理人员这样做 我信得过 他是得到上头的免許 他促成政府高层要注意 和处理好今次事件 香港电台记者梁一伦报道 北欧国家挪威不单只出名盛产三文鱼 还是出了名幸福的国家 在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2019当中 全世界幸福排名是排第三 对于幸福 不同人有不同的定义 但有人认为有车有楼有钱才叫幸福 但在挪威一个叫做夏岛的地方 没有时间限制都可能是幸福的一种 夏岛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 全日都是日头 又或者全日都是夜晚 有居民就向当局提出 希望废除时间 认为人的活动应该要有弹性 这段宣传片当中看到有居民打烂的钟 并且表示任何时间都可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 没有时间限制 不知道现在这一刻是多少点 又或者是边年边月边日 对不少人来说都可能是不能够想象 不过对于想要逃避问题的人来说 没有时间限制可能是最理想的环境 他们不用想什么时候要出来面对问题 什么时候要解决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 没有时间限制真的幸福了 明报报道 监警会正研究成立特别委员会 主动检视6月12日金钟警民冲突整体情况 消息人士形容 612警民冲突比占中更严重 累计投诉已经超过90宗 所以特事特办首次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去检视单一事件 预计特别委员会实际职权需要征询法律意见 但最终华视权仍然在特首道 有警监会前委员会 法例只是副权监警会就警队程序缺失或不足提出建议 没有主动调查事件的权力 也没有权传照证人 认为由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才可以全面还原各方的角色和责任 经济日报撥导 香港新股审批 达出超过30年最大舞弊风波 廉政公署和证监会证实 双方在星期日展开名为韩山的联合行动 合力搜查两间保证人 两间上市公司 和一间财经印刷公司的办公室 拘捕了三个人 包括港交所上市部首次公开招股审查组前联席主管 涉及在上市申请审批过程贪污 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有市场人士猜测 证监会或者会借事件 重新审视港交所现有的新股审批程序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事件难免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声誉 港交所需要审视整个程序制衡 是否足够 港铁近月正在处理团马线车支定价工作 但消息透露 定价以不改变现有收费表的收费水平 为主要原则 意味着现有路线 即使在团马线通车之后 总车程距离虽然有缩短 但不会因此减格 因时由鑽石山出发去河文田 城人八达通收八角八 前往红磡則收六个八 但团马线通车之后 由鑽石山出发去河文田 其实是交红磡少一个站 如果从大围出发计算 经团马线到鑽石山两个站收九个三 但多五个站的红磡反而只收六个三 有网民促请港铁 趁新线通车之前 检视现时票价问题 东方日报撥导 该部随机到康民署 核核体育馆的更衣室 收集木浴室内花刷头出水柜 以及刺纸样本 交由化验所检测 发现微生物测试样本总含菌量 都高于刺品 其中港岛东 花园街 和圆州各体育馆的花刷头样本 总含菌量最多 检测又发现 全部花刷头样本都染出金黄葡萄球菌 当中柴湾体育馆的金黄葡萄球菌 数量最多 有专家说 更衣室内的刺纸含菌量明显偏高 估计和使用量低和难以清洁有关 康民署回复说 承办商必须按要求 每日清洁更衣室和洗手间内的各项设备和用具 星岛日报撥导 东京奥运明年7月24日揭幕 负责代理香港区门票的香港中国旅行社 昨日早上开放首阶段预订程序 不过 大批市民登入官网 导致网络浸失之外 成功申请的人 也未获确认电邮 截至昨日下午5点 已经收到过万中申请 众女社在社交平台强调 门票预订并非先到先得 下个月16日下午5点才截止 市民可以先在网上下载预订表格 填妥之后再到任何一间分社递交申请 不过 众女社至今未有公布香港区获分配的门票数目 众女社将会以电脑抽签 并会在8月公布中签结果 顺报报道 内地暑期热门电影《八百》 在新浪微博宣布 取消原定7月5日公映的安排 斩必暑期档期 《八百》讲述1937年 国民党军队抗日松户会战时 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历史 由著名导演管府执道 姜母刘晓庆等参演 撕影的时候被受好评 但影片却被左派批判美化国民党 不适合献例中共建政70周年 被当局取消上海电影节开幕电影放映 消息人发内地网民和电影爱好者不满 中宣部副部长洛书江强调 文化产业不搞为票房 为发行量 为收市率 为流量 看看外面的交通情况 先看看港岛区 海底隧道香港入口行车长迅 花园道下车行车长迅 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行车是长迅的 转泰九龙区 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开始多车了 沙咸道近公主道开始出现车龙 河打鹿道浸会桥面行车是长迅的 交通情况看到这里了 今天节目时间够了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词 244行